最近有小伙伴在问 我是角色模型师 应该怎么学优异 今天就结合过往的工作经历 跟大家聊一聊角色模型师 需要掌握的优异技能 优异技能的提升主要来自三种动力 技术驱动 应用驱动和用户驱动 技术驱动主要锻炼基本功 就好比足球场上的中复卫 需要练好体能 力量 弹跳 停球 铲球 射能 这些基本功 角色模型师需要学习的 优异基本技术有 模型 贴图 材质 达到精通的程度 入门优异5.0 角色模型师需要抓住两个学习资源 一个是官方文档 第二个是官方在线教学 官方教学可以先看你的优异5第一小时 了解如何创建项目 如何将资产导入内容浏览器 如何在关卡中添加Actor 并修改其属性 官方文档可以先看第二章的 ABC FBX文件交换流程 静态网额体 建模板块 第四章的文理材质 如果不知道怎么进入官方文档和在线教学 可以评论区或私信留言 应用不驱动 主要训练团队协作能力 就好比足球场上的中后位 要练好传球 无球跑动 造越位 二过一 这些需要跟队友配合的技术 角色模型师需要学习的 优异协作技术有SVN 绑定 毛发 灯光 达到熟悉的程度 官方文档可以看第二章的谷歌网额体 毛发渲染和模拟 第三章的灯光 官方教学可以看Control Rig IK Retargeting 用户驱动 主要培养服务意识 就好比足球场上的中后位 不仅要兢兢业业 赢得队友的信任 还要全力以赴 对得起来现场加油助威的球迷 之前的视频讲过 优异生产的数字内容 需要产业链分工 上下游鞋筒 才能完成制作 角色模型师通常扮演着上游资产供应商的角色 做好的模型 具有原材料属性 交给下游小伙伴或下游厂商后 至少还要经过六至七道工序 才能做出最终的数字内容产品 优异出现之前 数字内容的生产是原材料流水作业 生产周期长 模型师交付模型后 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成品效果和应用场景 也获取不到用户反馈 久而久之 模型师只能关注自己的手艺 能力的精进 纯靠技术驱动 优异出现之后 数字内容的生产是总装线协同作业 模型师交付模型后 很快就能看到成品效果 获取应用反馈 能力的精进靠用户驱动 最后我想说的是 用户驱动是价值的源泉 决策模型师利用优异 培养自己的用户驱动思维 一定能赚到钱 着用户驱动 次赶索 户驱动